后前宇哥的那一张的字卡 华雅科吉拉掌停板 好像很多的标点 宇哥来继续上来好不好 柔异地发光热集体最近也都是在动 所以它都吻合了筹码干净的特色吗 我们目前看起来 好像传产股的筹码会比较安定一点 传产啊 对 那当然我们来先看华雅科 因为其实像华雅科连续两天掌停板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应该会很想知道华雅科 下面待会可以的话 给我们MACD的一个指标 好 再还没有刷减 先跟各位做报告 有发现它这阵子下跌过程当中 对不对 都有伴随空方缺口 这个没有补 但是这个补掉之后上去之后又下去 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融资是持续的一个增加 这红色是融资的部分持续增加 但是4月份以来是这样下降了啦 对 对 4月份以来融资减了 这是40块钱 对对 这是30块钱 这中间差10块钱 10块是差多少 是25%不见了 就短短的4月份股价就已经跌到20%了 对 那更不用讲在前面前波高点 可是很特别 这段过程当中4到5月份外资是买多卖少 好来 我就跟各位讲 来外资这个地方 对啊 把它清掉 我们把它拉上去直接给各位看 嗯 有没有发现在这一根 这个就是我讲在一个下跌过程当中 当外资你看到反而在买的时候 嗯 它是回补 我们这边不看 你可以认为说啊 它这个外资买 它是强势对不对 嗯 好现在重点来了 啊如果破掉了 嗯 不要跟它玩嘛 我们后面不要看 对不对 你当这个地方去跌破的时候 但是问题是陷阱来了 嗯 什么陷阱之后 我们把它拉掉 它是用跳空方式跌破 有没有看见 对 你根本跑都来不及跑 嗯 你看 如果说跌破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现在画过来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见 嗯 它是用跳空方式 开盘直接跳空跌定板 所以你在前一天买的 你都不能警觉到说 它已经跌破 会一开盘就跌破外资 短线的成本去 所以重点一 这档个股到底优不优 先看一下外资 大买车的那一天 把它画上去 这就是外资的成本价区 不能跌破 如果跌破掉 短线上你应该是要出的 今天出不掉 隔天再来出 可是呢 回到现在 现在呢 这个底型慢慢打出来 转强与否 怎么研判 没有慢慢打出来 还没有慢慢打出来 还没有 真正打出来要反复打底 因为我觉得 其实对投资朋友来讲的话 第一个 我们再把它清掉 你说真的让我安心 这个缺口还没补掉吗 要补缺口才算 那这个缺口一旦博受 是不是又 又符合我们刚刚讲 又回到外资 这个地方进去的成本区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 你要等它上来追 还是说 在这个地方 你就 买进去等它回补缺口 对 看你的个性 所以以华尔科来讲 我认为要看 现在不要急 而且它涨了两根 涨停板了 再下一档 好 第三点 如果它是以季线负乖离大的 抢叠针板的 为什么 季线是一季的平均成本 生命线 对 如果你一季的平均成本 都短线上就差很多了 代表它短线上乖离很大 因为这一季买进去的人 他都套在那儿 只要一弹起来 就想卖给你了 OK 好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去看 我们来看美律 我想美律很多投资朋友 你看这个融资一路增加 有没有看见 好 那我们刚刚讲 给我MACD的一个柱状图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下面这个栏位 好 我们把它集中在这里就好 时间数短 好 有没有发现 它柱状体 MACD的柱状体 它二度背离 这地方背离一次 这个地方破掉的时候 这个地方其实也背离一次 MACD怎么看背离交一下 因为它股价有破低 可是MACD没有 这个柱状体没有过低 哦 这样我懂了 好 MACD呢 这是零轴 如果往下 其实股价是比较偏弱的 刚宇哥说 这个低点有破掉 但是呢 你看这个 零轴以下的柱状体 把它拿掉 你看这个柱状体 黑黑棒 有没有 照理来说 如果背离就是这个棒子 比这个棒子还要来得 短一点点 对 那可是它破底了 那这样子就叫做背离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要看仔细一点的话 要等它拉起来之后 它才真正叫背离 如果它一直破下去 它就没有 您的拉起来是 我们CD翻到零轴以上翻红吗 不是不是 股价 股价如果在这个地方 再走稳上去 才能确定它是真正的二度背离 所以我讲说 因为它会出现技术性反弹 那像这个股票 其实跟它季线负乖离 你看线在这里 你看差多远 你看这短线上 跌幅相当惊人 对 这就是负乖离 离季线很远的 在下面的叫做负乖离 在上面叫做正乖离 对 那你可以抢个反弹 那在最近你可以看到 外资也持续买超 有小买 它没有大买 好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就是可以把合并做参考 再挑一档传产好不好 传产我们来看 强势的我们来看 核大吧 都可以 好 核大 我们来看核大 核大 这算强的 核大它就是强势股 那可以看到每一个法人 融资事实上来讲 它是有呈现减肥的 对 对 对 那外资的部分来讲 它有持续呈现买超 核大为什么这么好 今年一月中以来 到现在几乎外资都在买 两个方向 第一个它做全球生意 第二个 其实汽车来讲的话 大家也都看好 今年听说全球的汽车销售 总量是拉高的 所以外资它买单 OK OK 那像这种股票 我们可以看到说 整外资的一个 所谓成本区 外资成本区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次 在这吧 对对对 好 那 62块 其实在这个地方都算盘整 都是盘整 它并没有上去 但是一旦它的一个 乖离变大 它就往上走的时候 那你就要特别注意 注意什么 如果外资大买有破掉的话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如果破掉的话 要小心 你要粗掉 那刚刚好把它清掉 我们把它整个清掉 你会发现到 这次 这一根黑黑 并没有破这一个 的一个成本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是外资的一个 进货成本区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破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续报 好 感谢宇哥了 他今天帮我们 抓到了这张字卡 它拥有功能的特色 也许位阶有人在高 有人在低 但都吻合了 资检法人埋 但是没有人永远涨 也没有人永远跌 怎样的进场标的 或者进场的讯号 跟出场的讯号 刚刚都说了 与您做一下分享 但是因为我迫不及待 想去逛一逛 后天15号 鸿海的三创园区 就要开幕了 所以今天先把里面的内观 长怎样 给大家看一看 到底有什么东西 听说有亚洲 还是全球首创的 什么电视墙 是不是啊 现在就是说 看电视机 这个观众朋友们 你可以拿笔记一下 你外里面要特别专注 哪一层楼是很重要的 因为每一层楼 都有不同的主题 第一层楼 进去一定要让你 哇 这是什么 这么厉害 你可以发觉到 它有一共192片 60吋的LED 完成的一个 等同四伯会等级的 一个所谓的 这个柱状体的 一个所谓的电视墙 我们先看 先看那个整个满画面的 电视墙 整张照片 你就知道 那个电视墙有多壮观 我没有看错吧 它电视墙怎么会 这么长这么大 听说它是四四方 应该说像柱状 柱状型的 所以它是有四个面的 从上到下 是不是 对 第一件事情 我说你会 哇 这个被它的影音声光 效果上面吓到 第一件事情进去一定要挑高 我们说豪宅要挑高 你才会有那个壮光的感觉 还会哇 一色 哇 怎么这么厉害 然后一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发觉到 它四面八方都有这个 柱状图的LED60吋的 这个所谓的 头色的灯光影音 那它就会制造出 不同的色彩 不同的光线 让你感受到 不同的空间 生理其境的感觉 不是 你看到这些光影的部分 你会听到什么 不同的声光的效果里面 从你的耳朵听到 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 你说这么是多棒的一个感觉 然后你逛一逛里面来讲 已经被眼睛眩到 你已经来讲话 看着 眼下都模模糊糊的时候 会疼吗 会疼 没有关系 旁边里面有好多的 电信公司里面 设置的专柜 所以你可以在那边看到 中华电信啦 台湾大哥大啦 但是它的世仇 台湾之星没有而已 这蛮好玩的 这真的没有台湾之星 真的没有啦 我讲都是真的啦 你看企业界 跟一般我们小民族是一样的 对 还有一件事情 以前Intel从来 都没有在这些的 一个所谓的 3C的卖场里面展示过 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 Intel那个地方 你可以去逛一下 所以Intel有进驻在里面 对 它有一个叫做 On the fly paper 它有个东西 也就是说 它在之前从来没有展示过的 也就是说 它有个像薄乳纸片 类似纸片的东西 在一个面板上 你碰它一下 会飞的纸片嘛 那个整个内容上面 影像上面 就会去做转变 可以亲自体验吗 对 可以亲自 你可以碰啊 好帅喔 它就是让你碰啊 所以它叫做 未来的生活的一个体验 所以它是用 会飞的纸来做形容啊 就像我们看电影 那个空中触控这样子 类似的一个纸片 你碰一下 它的那个荧幕上面的内容 就会变 所以阿汤哥的不可能任务 我也可以出一下 你可以去试试看嘛 非常的有feel 所以我才会说 这都不用钱的气 有什么的要紧 还有冷气可以吹 对吗 然后再过来 你声光效果 男女好像已经感受到 哇 这个实在是 太壮观的时候呢 然后你可以发觉到 我还要告诉大家哦 如果你进入热恋之中的 男女朋友里面 你去这个地方 也不会吵架了 热恋 对 为什么呢 你知道常常有 我常常听到很多的 那个女孩子骂男生 你都不管我 然后呢 你都去做你的事情 然后我爱逛街 又没人陪 那这个地方就是最适合的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原因哦 因为它在第二层楼的时候 它有卖什么呢 刚刚讲是第一楼嘛 第二层楼是卖一些 数位的东西了 那卖这个东西里面 当然像我们的华硕啦 所谓的宏机里面 它的什么电脑啦 平板啦 都有在这里面 对不对 可是它二楼的东西里面 是女孩子的最爱哦 什么啦 全台湾只有她 帮女孩子 专设了一个专区里面 我们说我们人家去玩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买什么 女孩子最喜欢shopping嘛 是啊 对不对 它专设了一个 女性专属的shopping区 真的假的 真的 它卖什么东西啊 好 有卖什么对不对 我们说 他们都爱玩3C产品 他们都看 这个就像我们刚刚来讲 陈大师里面讲的 这个联发科有什么什么 男生都看这个 女孩子干嘛要看这个 怎么样才把我手机 变得漂亮漂亮的 手机的周边的产品 什么要用上去里面 别的没有 只有我有哦 它这个是专门的 在整个手机上面 3C产品的一个周边的设计 为女孩子专门设计的 还有一些呢 是设计品牌的东西 你也可以在那边买得到 那三楼跟四楼到底有什么 郭守正就是郭守正 他就是爱文化嘛 大家知道他在管这个 那个三串文化园区之前 拍电影的 对不对 搞摄影的 对不对 所以他在在三楼跟四楼里面 专门来用一个摄影文化的一个地方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去到那儿 真的可以看到像前线 百分百录影的这个样子 整个的摄影棚啊 对它会分成三楼跟四楼 一句说我们刚才讲说 人家叫文化园区 是啊是啊 总不认为每天我们都说 哦你这个身光效果很好 一点label都没有 那有label的人 他可能就喜欢三楼四楼 还有呢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还有一层楼你一定要去 三楼跟四楼对不对 他三楼里面就是卖一些 有摄影啊 数位照相机啊 所谓的照相机里面的品牌 他设在三楼 可是你会说 啊我又不会 我那个只要买傻瓜相机 我只要用我的手机照一照就好了 没有关系 四楼专门为你不懂的人 他去做服务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完全不懂摄影 四楼有专门能教你 好不好 好吧 要不要钱 要不要钱 教你当然不用钱 买要钱啊 所以呢 所以他在整个一个三楼 就是告诉你说 他让你对摄影有兴趣 对照相有兴趣 所以他在整个一个四楼里面 就有刚刚你讲的 有一些摄影棚 有些摄影的器材 教你这个初学者如何体验 还把你这个像照完的 像照相出来之后 如何洗成相片 那些的软体上面都交给你 所以我觉得很不错啊 对不对 又让你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不懂摄影的人里面 也可以去学嘛 你去上一堂那个摄影课 一堂哦 有的时候要好几千块 所以呢 去学摄影啦 现在的摄影 好像都是比较偏高阶的 数位化了 对 但是不买没关系吧 没有关系啊 他就是要讲到你有兴趣啊 你有兴趣你在嘛 所以我就说 催催冷气 学学东西 然后享受一下 有层次有文化的感觉 蛮好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 五楼呢 三楼跟四楼 五楼 五楼就重点来了 你刚刚刚我们谈到说 你买买照相机上面 已经很有魂画素养 对不对 五楼更厉害了 它叫做Lesson 你一定要听 你不听的话 你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听什么啊 对 他还跟你讲 他这个用的字有多High 你知道吗 第一件事情 他直接告诉你Lesson 那第二件事情 他告诉你叫High End 你找不到比我这更高等级啦 最High就是到这里 顶级到这里 所以叫High End 结束了 这么High就是到这里结束 那他到底有什么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说 喜欢听音响的人 最喜欢用的是什么 黑胶唱片 对 对不对 你说我们都是听 数位的 人家说你没水准 对不对 越有钱的人 越喜欢听音乐的人 都喜欢看到 很传统的 Tradition的黑胶唱片 郑华问一下 因为他还蛮年轻的 郑华你有看过唱片吗 黑胶唱片 曾经看到过 你有曾经看到过 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 对啊 像我在小时候还看过 爸爸妈妈有那个 在转那个唱片 所以这已经都没有了 他怎么还拿得到啊 对 而且我告诉你 他是全台最大的 黑胶唱片的一个仓库 你要找到黑胶唱片里面 很多的东西上面 我们知道很喜欢怀旧的人 像有时候现代人越喜欢怀旧 就越喜欢黑胶唱片 对不对 他就会去这边里面逛逛 那还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没有那么有钱啊 我们就是买不起那么贵的音响 我们就只能听手机 对不对 接接喇叭这样子 没有关系 他这边有 你就去听听 因为他有四个空间 四个空间让你去享受 最顶级的音响 然后再过来 你说我就是有钱啊 你没有钱 但是我有钱啊 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啊 有钱人最不喜欢 跟人家一样的事情是什么 你穿一样 我也穿一样 不行 你看人家奥斯卡典礼里面 撞衫都不行 对不对 这气得半死 他连音响都可以客制化 天啊 你还有什么音响 你讲 没关系 所有条件你讲 我帮你做出来 所以如果我家庭音响客制化的话 那一组应该是很贵吧 上百万 是不是以上 我就讲 就我知道的 有些人很爱音响的 你不要说 有些人宾士车里面 都换一套一百多万的 我跟你讲 是真的 从一楼走到了五楼 还有六楼 六楼是年轻人专属的动漫 七楼亲子娱乐 十到十一楼是创新欲传 十二楼是活动展演 有些的展览啊 文化啦 这些的展演 因为时间关系 我真的比较好奇 从一楼到十二楼 每一层楼都想逛 我们只能挑一层楼 从雨歌开始 你最想要逛哪一层楼 这个你呢 我想应该是数位潮流那边 跟那个黑胶唱片那个地方 二楼跟五楼 因为黑胶唱片 我基本上 我是真的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对 你是黑胶迷 对 你不用讲这样 这样人家就知道你年年 没有关系 圣姐呢 我觉得应该是三四楼 就是摄影的部分 还有一些 我觉得这些摄影棚 或者说这些相机的技巧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蛮吸引人的 真话呢 我肯定是六楼的 六楼我们看一下六楼是 年轻人 我跟你讲 最多人的会是在六楼跟七楼 真的 我跟你讲 你在别的地方的六楼 我觉得果然陈大师是有眼光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是年轻人 不是 我是号称外资圈第一宅男 就是我 真的 我要让正话讲一下 对 外资圈第一宅男 说说话 在年轻人专属的动漫基地 你想要在这儿看到什么呢 其实动漫基地的话 当然不就打电动看漫画吗 那除了电动漫画之外 当然可能就是公仔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其他人 所以你平常真的有在接触这些东西啊 要不然这个外资第一宅男的称号怎么来 主要是应该没人跟我抢啊 OK OK 我还不知道他这么幽默 所以呢正话是在六楼 来六楼的特色 其实六楼特色上面真的很棒 你在别人里面 别的地方 像我们有时候看那个电玩大展 你去那边看到好多热力舞蹈的女孩子 这一层楼不是在主打那个 主打你是真的会玩 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个部分 你知道电玩里面 每一个期间都有热门的话题 热门的人气的东西 热门的动漫是什么 我告诉你 他会每一个期间 要听清楚我说的哦 每一个期间不同的主题 而且都是现实的 为年轻人专门设计 所以你喜欢什么 你要赶快去找 这个就是我爱的 你要赶快趁着那段时间里面去 那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我在家有时候看我外甥 有时候设定闹钟 然后再开始在那边打 然后跟对方根本没有看到对方是谁 你知道这边你就可以 body body 一起来一起来 然后你赢了 give me five 多好 他会有一个叫做粉丝互动的平台 你可以在这边里面 直接跟你同好里面去做一个体验 那我说 瑞涵不用讲了 一定选七楼 不对不对 我不是 我的小孩都那么大了 我当然是 因为我很有我话气息的 我会挑十二楼 看文化展演 是吧 我告诉你 七楼真的很棒 我觉得就算我不是小孩子 我都会要去七楼看 可是应该孩子都很小 我们孩子都长大了呀 有很多东西可以玩 真的 真的可以很多东西玩 我们先进广告了 因为还有三层楼 到底各自的特色是什么 回来之后让鼠方继续把它说明白 这我没有想到还有正化师喜欢那个很宅的地方 进广告回到香港之后 我在想 其实秋叶元三创当时在取名字 一定是想很久很久 郭台铭董事长 所以那个取名 没说不知道 中国大陆的企业 最近在疯狂流行什么 改名字 做啥改名字呢